MG5 DTT 项目经理 王翩 我跟F1的这个渊源应该是从央视开始转播 以及方针车赛车开始的 当时看着电视里边引擎后面的声音 然后车队秒级的这种换胎的速度 都让我感觉到如痴如醉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完全地迷上了F1 球总一直强调一句话 就是我们只有会玩车才能会造车 玩的话就可以百分之百地投入 只有对产品有百分之百的热情 才能打造出极致的产品 MG5搭载了上汽集团自主开发的 第三代试试双离合变速器 DM21 这款变速器全球首创了三腔独立润滑系统 拥有全球试试DTT最高的传统效率 我们打破了传统对于自主DTT的偏见 打造出了一款平车性堪比CVT 传统效率堪比干式DCT 耐久性堪比AT的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能够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我们的玩车精神 我是周帆鹏 变速箱总程工程师 在DM21这个项目 负责变速箱整个系统方案的设计 实际上我们DM21有一个就是全球独创的一个技术 三腔分离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目前在行业里面是没有日加能够的 我们采用这个技术可以达到很多好处 三种油业的分离 那么我三种油业我都能够实现最好的一个性能情况 其实原理很简单 每一种零件它对油业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然后当我三种油业如果混合在一起 那么必定是个性能的投资 我三种油业分开来了 然后就可以实现一个自己自身的一个最佳的状态 而且我们又通过这些分离的操作 我可以让整个离合器枪的油业最低 然后那个发提枪受到那个异物的影响 都会降到最低 整体我会把整个变速箱的性能发挥到自己 我叫于物一 我是DM21变速箱TCO软件控制经理 然后主要负责的是DM21TCO控制器软件的整个开发 我十年之前的话 因为我刚刚研究生毕业 所以来到上汽 但是来到公司之后发现 我们那个变速箱的控制软件 其实都是掌握在外资企业的手里的 我们只是一个参与开发的角色 然后并没有一个就是完全自主开发的能力 所以说完成这个软件的一个完全的自主开发 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相比十年前 如今我们的团队已经实现了一个TCV用程软件 完全的一个自主开发能力 然后我们也已经自主创建了一整套 就是一个完善的软件开发的流程体系 自主定义了一整套软费的TCT软件控制架构 实现了近百个核心想法模块的一个基础开发 拥有了近四十余项的这个上法类的专业以及机身力 大家好 我叫陈彦钦 我是上汐技术中心变速箱部的一名研发工程师 我主要负责的是变速箱内部轴车系统的自主开发 其实作为一位80后的工程师 在我身边总会有这样一种声音吧 进口的东西就是会比国商好 比如奶粉我们要吃澳洲的 手机我们要用苹果的 车子我们要买进口的 就连我现在作为一名辨识家的DIE 也会有这样一种声音 国外的供应商就是比国内的供应商好 实际上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 可能也跟大多数人一样是这么认为的 但慢慢的你跟国内国外的供应商接触的多了就会发现 其实他们的水平我觉得也就这样 DIE DIE 当时我们提出的需求就要做一款自动的一款注册的系统 当时我们需求发出去以后就有四五家国外的供应商 有德国的法国的 积极地来跟我们洽谈说是要给我们供应商系统 他们给出的理由无非是他们给奔驰供国 给大众供国 他们有经验 他们这个系统比如说国内没有供应商可以做 但是我听了他们这个话我就不以为然 因为我看过他们的系统 我觉得如果是让我来做的话 我也可以做得跟他们一样好 所以当时我跟我们领导说的时候 我把我的方案呈现给我们领导的时候 我们领导就跟我说那你就去大胆地做吧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DMI要立项的时候啊 定下来的那个方向就是我们变速箱部自主研发 我们找国内的供应商来给我们代工 而且这套电业自动注册系统是作为全系标配的 就是说没有其他的方案 因此我有信心我设计的电业自动注册系统不会比进口的差 我叫张颖 是2012年进入上汽技术中心 然后一直在变速箱部工作 我在这个项目中主要是作为一个开发认证工程师的角色 就是主要负责变速箱的一个验证 这个实验是发动机拖动的变速箱总成耐久实验 也是我们DM21众多可靠性实验中的其中一个 我可以用简单的三个数字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实验 然后第一个数字是200 我们这个实验考核到最高车速是200公里每小时 它不仅可以覆盖掉我们国内的科科客户 还可以cover掉全球的这样一个最科科的客户 第二个数字是3000 我们这个实验跑下来的时间总共预计是3000个小时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大概要跑4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第三个数字呢是300万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设计之初是考核Envilable车型 也就是我们的MX8 并且是考核科客客户的35万公里 然后这样一个考核强度折算到像我们A级车MG5MG6这样一个车型 如果折算到NEDC工况的话大概是300万公里 然后通过这三个数字呢可以说明我们DM21经受住了一个非常苛刻的这样一个考核工况 我相信通过这么苛刻的考核工况以后呢到了我们客户手里 更能经受得住我们普通客户的一个使用 我叫贺君是一名电子箱标定工程师 负责MG5的电子箱标定工作 标定工程师经常被称作业界的反护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每当冬季来临的时候 总有这么一批人 他们会从温暖的南方飞向寒冷的北方 即便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冷环境下 他们也会钻进类似于冰库的车子里面 他们不是去体验人生 他们是想把这个车的性能做到极致 在低温环境下也能做到平稳的动力输出 MG5作为年轻人的第一辆车 也是寄予了我们工程师大量的心血 我希望它能成为国潮中的领潮者 十年磨一剑 我相信优秀的产品最终会显露光芒 我希望MG5能够成为国产运动教宝的运军者 大家更多地去爱MG 喜欢MG 不可认同我们研发的车子 我想这个是对我们自助研发工程师最大的认可 我们的DM21这款变速器呢 经历了几十项的实验条目 然后上百排的实验样本的验证 接近五百万公里的一个整合实验 最终呢 把我们DM21这款变速器 打磨成了一个极高可靠性和极致净净力的这样一个产品 我们的产品大卖吧 MG年轻大人 MG年轻大人